没有爷爷得一起过 做 电视剧小日子热播 这部剧由安健 梅英局导演 由陈晓 童谣 萨日纳 盈儿 乔真宇 于浩明 杜海涛 月红 王院可 赵军等主演 当顾莫莉所要朱镜草的旧手机的时候 张善雅一直没有觉得有所不妥 可是 织女莫若母的吴玉兰 肯定是察觉出来了一些端倪 虽然顾莫莉和朱镜草是假离婚 但是这样的身份早就让一旁蠢蠢欲动的高夏京占了先机 顾莫莉发现端倪 这一次顾莫莉将前前后后的事情一对比 才明白 为何自己前去金山的时候 朱镜草那么慌张 却丝毫没有露出马脚 再从可可的嘴巴得知 高夏京所做的一切 还有脸让可可不要说出是实情 就这样 顾莫莉就被蒙在鼓里 难道事情就这样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吗 本身眼里就揉不进沙子的顾莫莉 前往金山讨要说法的时候 竟然接到朱镜草的电话 这一切不要紧 更要命的是张善雅就坐在自己的戏服面前 这一幕是多么的讽刺 朱镜草拼命地想要逃离 而顾莫莉就拼命地想要一个解释 不过还好 他们已经离婚了 就算是朱镜草和高夏京有一些往来的话 按照高夏京的说法 那就是也算正常 都是光明正大的 可是 高夏京挑拨朱镜草和顾莫莉的关系 在他看来 是自己争取自己想要的人 然而顾莫莉也明白这个道理 可是 是到如今 朱镜草的工作丢了 顾莫莉却陷入了筹序之中 在他看来 如果朱镜草站在他这一边 那么就会极力手撕高夏京 不然工作丢得不明不白的 将来如何养家糊口 可是 朱镜草选择了隐瞒真相 帮助高夏京门混过关 这让顾莫莉感觉到窒息 虽然朱镜草和高夏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 但是似乎又好像发生了些什么 一开始 顾莫莉一直隐忍着不说出实情 就是希望看到朱镜草 能够坚定地站在自己这边 可是 是到如今 宁愿自己被毁掉工作 也不愿意说出实情的朱镜草 让顾莫莉开始怀疑人生了 顾莫莉未明白朱镜草的意图 或许 朱镜草还是在为高夏京考虑吧 毕竟 她一个女人 带着孩子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也查清楚了对方是离婚的状态 或多或少是真的不容易吧 可是 朱镜草也同样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高夏京每次都那么脆弱的时候 恰好碰到了朱镜草 那都是在博同情吧 甚至是想制造出更多相处的机会 朱镜草不同于别的男人 她已经经历过父亲给母亲造成的伤害 所以她立志于做一个好丈夫 哪怕是同一妻子的无理由的离婚要求 哪怕是有一个更爱她的人出现 甚至不择手段 朱镜草懂得做人原则 朱镜草更懂得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如果将高夏京逼上绝路的话 那么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这是无形的保护 不仅保护了高夏京的颜面 而且还保护了自己的家人 如果于死网破地说出真相的话 那么受伤的极有可能就是可可 毕竟 就为了在中秋节见一面的高夏京 就至于对可可做出那些事情 如果让高夏京颜面扫地的话 那么对于同一个幼儿园 同一个小区的家人 就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朱镜草可怜高夏京 可是朱镜草或许还对高夏京留有一丝的温情 然而 当他看到高夏京对可可做的那些事情之后 还能够容忍吗 作为一个儿子 如今他已经有勇气来驳持自己的父亲 作为一个丈夫 如今他已经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妻子 作为一个父亲 如今 他还会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吗 高夏京别有用心被发掘 高夏京如果只是单纯地喜欢朱镜草也就罢了 可是他对可可做的那些事情 真的是让人感觉到不齿 一系列的动作和安排之下 突然出现在朱镜草的面前 这不是爱恋 这是疯狂 或许 就连白富美的顾茉莉都没有他这么执着吧 在朱镜草和顾茉莉的婚姻和爱情之中 朱镜草是占主导的 顾茉莉也正是因为朱镜草的爱 才一直选择隐忍和屈服的 只有失去才知道珍贵 如果没有朱大利的咄咄逼人 那么顾茉莉还是会继续我行我素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 如果没有高夏京 或许顾茉莉一辈子也不知道 原来自己的老公朱镜草原来这么受欢迎 朱镜草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对她好 对她的母亲好的人 怎么可能忍心错付 即使高夏京再好 也抵不过原配顾茉莉 朱镜草根本就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暖心帮助会害得家里变得这么惨 高夏京根本就不是个正常人 她表面上是个温柔的单身妈妈 可是背地里做的那些恶心勾当简直没眼看 高夏京直播的时候为了有热度 居然之前是搞擦边的 被当地封禁之后才转型宠物美食 但是这样的流量并不好 为了出名 高夏京就开始搜罗对自己有用的 所以一早她就调查好幼儿园里能为她所用的家长 看准机会制造了个车祸 成功地吸引了朱镜草的关注 再加上高夏京不要脸的狗皮高药式的追求 她知道没有人会不沦陷 果然朱镜草因为好心 开始利用自己的职业帮助高夏京做一些直播上的东西 有了大公司在后面帮忙 高夏京果然成功地活了起来 朱镜草长得又高又帅 高夏京就想要把她变成自己的老公 用各种方法破坏顾莫利他们的夫妻感情 可没想到朱镜草居然守住了底线 虽然她动摇过出轨的念头 却因为人品坚守住了 高夏京眼看这条路走不通 就直接利用这层关系搭上了朱镜草的对头 用最近出轨的舆论力量 高夏京把自己打造成那个受害者 在直播间里大肆的污蔑 无所不用其极地给自己增加热度 而这样还不是高夏京的最终手段 她还联合了朱镜草旗下的其他小主播一起造谣声势 把公司扶持主播的资金歪曲成朱镜草的小三赔偿款 如此一来 直接激起了吃瓜群众的愤怒 高夏京也趁机开始直播卖货 果然赚得盆满钵满 背后那些商家也不管真假 只要自己能卖货就好 顾茉莉虽然手里掌握了证据 但当她想要报警的时候 却被寄来了断头娃娃的快递 因为一旦高夏京倒台 那些卖货的商家利益就会受损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他们就只能用死亡威胁顾茉莉 朱镜草眼看给家里惹了这么大麻烦 决定一个人来清扫障碍 让顾茉莉和家里人一起去国外度假 剧情在反转 匿名短信可能不是高夏京发的 但她还是一招种错了朱镜草 使得朱镜草遭遇公司劝退 房东上门催房租 说她都欠交半个月房租了 快点搬走了 下周会找人来换门锁 高夏京求情 说孩子上的幼儿园就在这附近 如果马上搬家 可能连学都没法上了 再宽限一下吧 高夏京只得找前夫讨要抚养费 不要他之前给的购物卡 前夫说 要钱没有 只有这卡 爱要不要 现在是他向他要钱 能明白吗 高夏京无奈之下 向刘志请教 怎么能让他快速赚到钱 刘志言之早早 带货 半年能让他赚50万 高夏京说 别忽悠他 刘志指出 因为绯闻 他的实时粉丝量已经超过了20万 继续炒作绯闻 如果他同意的话 他就先支付10%的定金 但他有个条件 高夏京要帮他作证一下 就这样 高夏京与刘志搭成了交易 在公司会议上 高夏京当众指出 朱镜草对他进行过精神控制 还说只要能帮他扳倒刘志 他就跟他去领结婚证 所以 他就编造出刘志先生收受贿赂的假话 朱镜草赶忙澄清 说不知道高夏京今天处于什么样的目的 要在这里这样的诬陷他 刘志说 高女士把他们两个的恋爱过程 全部写在了他的公众号文章中 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 高夏京与刘志一唱一和 说每一篇文章都有精准的发布时间 更不可能在很久以前 就计划好来诬陷他吧 会后 白总找朱镜草谈话 说公司不管谁是受害者 只认这件事对公司造成的不良影响 这是劝退寒 朱镜草被敢委屈 心想自己为公司卖命了十年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要打发他走吗 他这是家暴的报警